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优势和活力等做了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一年 在国际环境风高浪急和国内面临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的情况下 经过全体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 我们办成了几件事关重大影响长远的大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破坏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我们克服新冠疫情等困难挑战 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藏奥会 习近平指出 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 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要积极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 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 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要把构建亲亲政商关系落到实处 石泰峰 何立峰 郝明金 高云龙等参加研许数 宽观不敌认数 也不是张公说着 我们参加长奔许数 您会找到计划的 손동